据NBC5月10日报道 近日有关骗子针对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PGNE的客户进行诈骗的报告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PGNE称 典型的骗局包括来电者冒充PGNE的代表并威胁称 除非客户通过预付借记卡或Zilla等汇款服务立即付款 否则就断电 骗子们往往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他们通常针对脆弱的PGNE的客户 如老年人低收入居民或忙碌的小企业主 最近新出现的一种诈骗方式是通过房地产经纪人的房源来针对房地产经纪人 该公司表示从未在服务中断前一小时内向客户发送过任何通知 也从未要求客户使用预付借记卡 礼品卡任何形式的加密货币或者数字支付应用程序进行付款 如果骗子威胁要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中断服务 那么客户应该挂掉电话 删除电子邮件或关上门 拖欠账款的客户通常会通过邮件提前收到服务中断的通知 PGNE不会详细说明客户应该如何支付账单 并提供多种支付选择